凶猛的哈士奇为何会疯狂追赶攻击 当地人为什么会把这种植物称为救命草 精彩而激烈的插秧草大赛 谁会是赢家 杨中珍品救命草 左边中国正在播出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走遍中国 在自然界当中靠持植物为生的动物有很多种 比如说马牛羊等等的我们常见的家畜 可是如果我要说植物会吃动物 您会不会觉得有些惊讶呢 世界上的确存在着一类恐怖的食肉植物 最出名的就莫过于这种维纳斯捕营草 当昆虫碰到锯齿形的叶子的时候 草的下颚会迅速的合拢把昆虫紧密的包裹 从而吸食昆虫的软组织 在中国江苏省的杨中岛上呢有一种古老而神奇的植物 当地人把它叫做秧草 这种植物呢不但不会伤害小动物 而且在危急的时刻还能够救人和小动物的性命 就在我们的记者抵达杨中的时候啊 还听说那儿前不久发生了一件怪事 在前往用新村的路上 我们从当地人那里得知 最近一段时间 这里的村民经常发现自家养的鸡或鸭子离奇死亡 而且他们身上都有被咬伤撕裂的痕迹 于是大家开始对家禽的死因展开调查 最终大家把怀疑的目标锁定在了一只狗的身上 据狗主人透露 这只哈什奇是邻村一位朋友送给他的 曾经在其他村中咬伤过家禽 前阵子他也是从外地出差回来后才发现 被锁在院中的哈什奇正脱锁链不见了踪影 直到四天前哈什奇才狼狈回到家中 而且身上沾满了血迹 为了证实这种怀疑 争得高度人的同意后 村民决定把哈什奇放进鸡卷里 哈什奇刚一进入鸡卷 就开始疯狂出版一只狗鸡 看到这一幕 村民迅速前去营救 同时也更加确认了家禽被害的真正凶手 就是这只哈什奇 此时我们发现这只被咬伤的攻击 伤口处已经开始渗血 看起来伤得十分严重 可是村民似乎并不担心 因为在阳中有一种名为央草的草本植物 对伤口恢复有着神奇的功效 孔庆埔江苏阳中人从事央草研究多年 他发现央草具有非常高的药用价值 那像现在这个鸡已经伤成这样了 咱们怎么给它治啊 有办法的 我们就交集取材 就去这个田里长的央草 原来这种名为央草的植物 在阳中随处都可以找到 我们跟随孔庆埔来到了一块农田 终于见到了这种神奇的植物 它的叶片又小又厚实 呈深绿色 一枝三叶 分枝比较多 精较细 苹果或青鞋 看上去十分奇特 由于央草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K 因此可以起到止血和消炎的作用 孔庆埔随手摘去了十多片央草 一株积伤口 首先要这个止血 然后呢 防止它的一个伤口感染 所以要消炎 你看这个伤势很重 对对对 要给它碾碎 碾碎对 我们小时候在地里面割草的时候 经常这个手给割破了 就采取这个方法 就这个方法也可以 对对 用在人身上 完全可以 先用这个汁 把汤口 垂涂 看它涂上去的时候 因为这个鸡不会太难受 对对对 你看它没有什么强烈的反应 没有没有没有 用这个刷布把它包一包 伤得不行了 这个鸡 那要是用这种方法的话 得给它治疗几天呀 两天就差不多了 需要每天给它换一次 这个央草这种药吗 不用 一次就过了 它首先把血给止住了 然后血止住之后呢 它的一个伤口就不感染 不感染主要是有央草的 其中 行了 这基金也没问题 过过两天 这伤口就好了 其实 央草的学名叫木序 早在明朝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 就已将木序列入其中 并且有 主治脾胃肩脐热气 小肠各种热度 用根导致坚引 可致沙石鳞痛的记载 今年66岁的郭怀宝 从事央草研究与开发工作 已经二十余年 他认为 央草还具有更广泛的 医用价值 央草 除它的价值 应该说还是很高的 根据国内外报道 1997年 日本 讲 央草是 20种防药素菜之一 央草 这可以 起到 抗肿瘤的作用 我们不禁感到十分惊奇 究竟是什么样的自然环境 能够孕育出这种外形独特 功效神奇的植物 羊草又有哪些历史渊源呢 江苏省阳中市 由太平洲 中心沙 雷公嘴 西沙 四个江中沙洲所组成 由于这里 预量充沛 光照充足 气候温和 因此 非常适合水稻 棉花 蔬菜 等众多农作物的生长 这也是 羊草 能够生长在 羊中 这座小岛上的 一个重要因素 羊草 除了有独特的自然生长条件 以及神奇的药用功效 在羊中市的 营房村 我们还有了 更为惊奇的发现 在一片 种植羊草的田里 我们发现了很多 农家放养的 鸡 鹅 羊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这个地区呢 在这个几百年前 这个地方是 一大片的 这一个 营房 所以这个地方叫 营房村 原来专门用来是 喂马 喂羊 喂牛的 你看 这羊在吃 这个鹅 是吧 这边的鸡和鹅 都在吃羊草啊 对啊 这个 怎么含上一只孔雀啊 是啊 这孔雀它也是禽类嘛 因为这个羊草里的 营养呢 它还是比较丰富的嘛 它的维生素含量 也很高 钙的含量也很高 铁的含量很高 所以他们吃了这个 吃了之后下的这个蛋 营养也是非常好的 据记载 羊草原产于印度 公元前119年 张浅第二次出世西域时 把牧絮种子 带回长安市中 在中国 至今已有 2100多年的栽培历史 令我们疑惑的是 这种在长安市中的植物 为何也能在南方 普遍种植呢 我去过长江以北 也去过长江以南 它们那地方有的地方也生产阳草 但是它们就长出来的口味 跟咱们的真的没法比 后来我就了解了 主要是土壤的酸碱度 你看现在摸上去就是 年年的有点像这个 焦泥块似的 就这样的泥土是最适合羊草的生长吗 对 我们这个是酸碱度了 是正好 那么这种酸碱度 失踪的这一个土壤 最适合羊草生长 所以长出来的羊草也非常鲜 如此说来 以牧草之王著称的羊草 不仅可以用作饲料 而且草制绝佳 在羊中 绝大部分羊草为人工种植 只有河岸边 才可以找到数量极为稀少的野生羊草 而在这些野生羊草中 还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有一个传说 说是要找到这个四片叶子的这种草 就是一种杏铁草 好找 羊草的另外一个名字也叫杏铁草 它是一个四个叶子的羊草 十万棵里面还真的找不到一棵 那这个找到的机率就很低很低 对对对 你看这是三个叶是吧 这一十万棵是不是找不到 找不到 我估计在这片里面找不到四个叶子 看来要想采到一株四片叶子的秧草 也是要碰运气的 一般我们说到珍稀保护动物的时候 大家首先会想到大熊猫 可是提到宾威植物 您能说出几种吗 比如说蔡芙蓉 她曾经被认为已经灭绝 2003年 中国农科院专家在河北省邢台考察的时候 竟然发现了这种高达两米的植物 一时间让在场所有的人都兴奋不已 还有图片上的这种被称作活化时的蕨类植物 梭罗 仅存五株的国家一级保护植物 天木铁木等等 那么同样属于草本植物的央草 为什么会被阳中人广泛的种植呢 那里的人们和央草之间又有着怎样的不解之缘呢 这一天 阳中最大规模的央草种植基地热闹非凡 为了让孩子们从小就认识家乡人人自豪的特产 每一年这里都会举行精彩的央草趣味比赛 而今年的主题则是摘央草 为了给选手增加比赛难度 裁判组可谓是费尽了心思 我看今天选手的土上都绑了一个小气球 这和这个比赛的要求规定有什么原因呢 那因为这样的一个比赛呢 为了增加它的整个趣味性呢 我们就设置了一个小障碍 让选手们在又快又稳 在这个羊草的过程当中保证气球不破 那人就会从而胜出 而如果说要气球破的 那我们就取消了它的比赛资格 由于阳中成州千年 最初来到虚株的人大多是一年的后代 人们出于生机所获 就一具头上开荒保生 在当时唯一可以让人们生存的两种食物 就是江仙和羊草 羊草中富含的多种维生素含量 给人们提供的充足的能量和营养 所以直到今天 阳中人对羊草依然有着深厚的感情 何百彩 今年68岁 在阳中市羊草协会工作了30多年 在他看来 羊草对于阳中人 还有着特殊的意义 羊草成年是我们阳中人的救命草 就在六十年代冲息 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 大家都很困难 春天他直接吃羊草 那么到夏天的时候 没办法就把一英字的羊草拿出来 也造成风 这样一年到头 基本上就能活下去了 那个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 全部死了不少人 在阳中人来说 因为有了这个阳草 那么阳中人身上的意义 它不是太大 所以它是阳中人的救命草 从困难时期到今天 虽然已经过去了52年 但阳中人始终没有忘记 羊草给予人们的这份恩情 今年63岁的朱真平和老伴陈美兰 是土生土长的羊中人 两位老人正是那段艰苦岁月的亲历者 而羊草带给他们的 则是最难忘的童年记忆 直到现在 他们仍然保留着最为传统的羊草种植方法 在过去 人们也称之为胶羊草 怎么的种法呀 一排一排的搞垒子 哦 这个叫垒子 对 垒子 我看这个出成一条直线 哎 对 哎 我来试试 好 可以 胶羊草之前 必须要在田间消耗五寸左右的垒子 但对于从没有接触过农活的记者来说 想要消耗垒子并不容易 由于羊草具有极强的抗病虫害能力 因此在整个生长过程中 无需是任何化肥 这时只见朱真平挑着两个水桶 向田的另一边走去 他这是要去做什么呢 原来想要使羊草苗茁壮成长 必须要将荷糖中附有丰富养分的泥浆 充分搅拌后浇到羊草田中 不完泥浆之后该干嘛呀 要放羊草籽了 现在够不够 够了 现在够了 好了 把羊草籽放入活好的泥浆中 搅拌均匀后就可以浇羊草了 那盘让我来吧 师傅 好的 你来试试吧 来快速的 不均匀 这样的是不是能均匀一些 不行 这样还不行啊 你看这个浇羊草看上去容易 但是真正浇起来的时候还是有很多讲究的 带整片田全部浇上羊草种子 最后再撒上羊分 羊中人传统的浇羊草就算完成了 除了浇羊草 每年的四月份 也正是羊中人家家户户收割羊草 并用来密制传统小菜咸羊草的时候 陈美兰的家里也同样如此 用镰刀将田间的羊草割下 放入竹篮里 再用清水将刚刚割下的羊草洗净 放到竹筛中进行晾晒 需要注意的是 羊草一定不能晒得太干 要保持一定的水分 晾晒半小时以后就可以腌制了 把晾好的羊草切成细末 放进盘中 再加入一定比例的盐 用手进行充分搅拌 盘子上里面撒一点盐 那个里面已经有盐了 有盐撒 撒一点盐才有咸气 咸气 那这个盘子里面现在有咸的味道是吗 这个就拿这个东西 拿这么大的沐上干嘛 这个干的 压紧 这种腌制在桃罐里被压实的咸羊草 由于隔绝空气 发酵后能产生多种氨基酸 所以味道会格外鲜美 因此几十年来 人们腌制咸羊草的传统习俗 成了羊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每逢周末是新阳村羊草合作社最为忙碌的时候 这一天附近学校的学生们都会到他们的基地 学习如何种植羊草 你都是怎么教这些小朋友撒的一个羊草种 其实撒羊草种这个东西很简单 小朋友只要把羊草籽撒开以后 用脚踩一踩就可以了 今年三十岁的李伟 是羊中羊草合作社的带头人 2008年 23岁的他作为一名大学生村官 来到了新阳村 然而没上任多久 他就接到了一个艰巨的任务 带领众多羊草农户 成立羊草合作社 当开始觉得难吗 一开始肯定有点难 看到他这个拖拉机的霸田 你自己还要穿这个套鞋下去 怎么把羊草种得好一点 怎么样体验它的价值 所以自己也通过跟农户学习 自己看书 多钻一些东西 把这个东西进行进一步的 让自己认识了解 中国唐代盛行一种特殊的宴会 叫烧尾宴 这宴会上总共有58道菜 其中有一道奇异的菜肴 就是这道 名叫雪婴儿 它是把蛙科动物青蛙和豆类植物 蚕豆黄豆青豆一起煎制而成 这也是双尾宴当中很少见的一道 动植物搭配做成的菜肴 在阳中听说最有名的两道菜 也是用动植物搭配制作而成的 而且其中一道还是明朝的宫廷菜 除此之外 最主要的食材 必须要冒险使用 吸血虫马黄才有可能找到 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美食呢 像往常一样 魏佩华和他的哥哥魏斌 又来江中钓鱼了 而他们今天要钓的 则是长江中一种特殊的回鱼 不仅如此 身为厨师的魏佩华 还又给我们做一道 阳中独特的美味 魏斌有着丰富的钓鱼经验 他说想要钓到回鱼并不难 看是不是回鱼啊 是不是这是回鱼吗 我们这个图画叫油昂 昂刺的一种 原来昂刺鱼属于杂交鱼种 但想要做出地道美味的 羊草炖回鱼 必须要钓到正宗的回鱼才行 转眼间一个小时过去了 上鱼了又上鱼了 哇这一次不知道是不是回鱼啊 这一次要大一点了 感觉这鱼好像挺沉的 这是一条正宗的回鱼 没想到我们非常幸运 竟然钓到了一条正宗的回鱼 然而制作这道美味的关键并不在鱼上 关键在于羊中最有名的特产 秧草 我看您这准备了一大框秧草啊 做这个秧草上回鱼 需要这么多秧草吗 少用一点 大概在半斤左右 那为什么要放那么多的秧草呢 半斤也不少啊 羊草它跟这个回鱼搭配起来 它也起到这个复补的作用 这个羊草呢 可以吸脂肪吸油 这种富富它的口感 为了使羊草的味道更加鲜美 先要用油将它煸炒 然后再翻炒回鱼 放入少许料酒和盐等调料 进行调味 再用大火烧开 小火慢炖 二十分钟过后 一道鲜美绝伦的特色菜肴 羊草炖回鱼就完成了 在羊中 羊草早已成了寻常百姓家 制作家常菜肴的必备食材 然而 有一道菜在羊中 却是九富盛名的 羊草烧河豚 为什么会有羊草烧河豚这样一道菜 羊草烧河豚原来是民间的 后来因为做得好 这个就进入到草里面去了 所以皇上也喜欢吃这道菜 由于羊草中含有丰富的营养 而且它的叶子又有一股独特的香味 因此用羊草烧出的河豚 味道会格外鲜美又神 在锅中加入少许油 再把河豚放入 然后开始煸炒羊草 量要大 它这个羊草进过这个炒汁之后呢 它会慢慢干净 倒入可以增加香味的猪油 再次进行煸炒 将煸好的羊草捞出 放到专用砂锅中铺平 再放入煎好的河豚 这个羊草比这个河豚增色不少 你看这个颜色看上去就很有食欲 在马上这个造型就很漂亮了 这个炖的目的就是把这个河豚味和这个羊草味 再进一步交融一下 在火上炖大约30分钟 明供河豚就做好了 你看 哇 羊草烧豚 很香很香的 这个清香的这个羊草 加上这个鲜香的河豚 还有可以大块左右 吃一口这个羊草来吃一口这个河豚 真的觉得这个的的确确是一道人间美味 当回皇帝 当回皇帝 对对对 一直在南京工作的张晨 今天终于有时间回到阳中 而他最盼望的 就是能吃上家人为他包的羊草馄饨 在阳中人的日常生活中 羊草不仅能当作配菜来食用 还可以做成主食 自有在阳中长大的张晨 对羊草的感情尤为深厚 在他的记忆中 羊草是伴随他成长的一种食物 今天他带着妻子儿女 一同回家看望亲朋好友 也希望能和家人一起包羊草馄饨 把面和好之后 用当地特有的擀面杖 把面团逐渐擀平 然后使用特殊方法 将圆形面皮一层又一层的落在一起 就可以开始揭馄饨皮 把羊草切碎 放入一定比例的猪肉 再加葱花 姜等配料 放进羊草馅中 最后搅拌均匀 这样馅就做好了 那羊草如果是你在外里的话 是不太有的吃的 不是不太有的 肯定没有的 因为羊草这种植物呢 出了阳中就没法生长 那你想吃这个馄饨的时候怎么办啊 想吃馄饨的时候 等他给妈妈打电话了 将包好的馄饨下锅煮沸 15分钟后 热气腾腾的羊草馄饨就可以出锅了 不一会儿 整个屋子里便充满了羊草浓郁而鲜香的气息 张晨终于吃到了他盼望已久的美味 而这种味道也会在羊中代代相传 没想到曾经的救命央草 如今已经成了羊中人一日三餐当中必不可少的食物 在2014年热播的舌尖上的中国节目当中 也讲到过一种曾经救过无数蟒山瑶族人性命的食物 那就是绝根磁八 他所选用的食材呢 同样是一种草本植物 就是这种绝根 艰难岁月当中冲击的口粮 现在已经成为了城里人青睐的绿色的美味 那些古老的生产习俗不仅得到了很好的延续 也让今天的人们对于传统的农耕文明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